面试完五十几间公司,那大部分的公司都在找这一种人 听,好啦 面试完五十几间公司之后,我们可以做个结论吧 大部分的公司都在找这种人,就是你需要会这些拍摄技巧哦 然后你需要细化,这边也要执行 然后你的拍摄收音,灯光这边,你也要去协助一下 我们都是小团队啦,所以你可能都要自己去执行 然后你后面后置,可能还要上字卡哦 还需要尽可能加一点2D特效,还有一些旋律的效果 还要配乐啊,一起加进去 那我们整个制作,简单啦,没有什么要求 真的是很简单的,一个礼拜十支影片就可以轻轻松松 都很简单啦,真的 所以我们要求不高,很简单,那我们一个礼拜十支 所以我们面试完五十几间公司之后 所以我们面试完五十几间公司之后 我们可以来做个结论了吧 所以我们百分之九十的企业都是这样子恢复的 他们需要哦,会计划啦,我们整个 哦,就是 哦,我们需要一个全方位的 我们需要一个 我们需要一个拍摄影片的人 我们需要一个影像 嗯,我们需要一个 我们需要一个对拍摄影片拍摄照片有兴趣的人 那你最好是 我们需要一个会拍摄 我们需要一个会拍摄影片的人 然后我们需要一个会拍摄影片的人 然后我们可以 我们需要一个会拍摄影片的人 然后你 我们需要一个会拍摄影片的人 然后有创意有想法会比较好啦 那对拍,我们需要对拍摄有极大热忱的人 然后我们需要我们需要对拍摄摄影有极大热忱的人 我们需要他有创意有想法 什么都难不倒 什么都难不倒 我们需要对拍摄对摄影有强大 我们需要拍摄跟摄影 我们需要摄影有强大兴趣 热忱 热忱 我们需要拍摄影有强大兴趣 我们需要摄影有强大热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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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有超强的创意 因天马行空 我们要创意 我们要创意 我们需要 我们要创意 我们要创意啊 我们要创意啊 我们要超多想法的人 我们要超强的摄影 我们要超强的摄影 我们要我们在找一个摄影 我们在找一个摄影有极大热忱的人 然后最好还要有一个行销头脑 有创意 有想法 然后我们的行销企划也需要顺便执行 那我们的拍摄都可以执行 像是摄影啊 剪辑啊 我们需要对 我们需要一个摄影 我们需要对摄影有极大热忱的人 我们的行销也需要有一点头 我们需要摄影有极大热忱的人 我们还需要有一点行销头脑 跟创意 一天马行空的想法 我们需要一个 我们需要一个天马行空有想法的人 我们需要一个天马行空超有想法的人 我们需要一个超有想法创意的人 我们需要一个对摄影有极大热忱 你需要有企划的能力 你需要现场制作摄影灯光收音 你最好后面也要剪辑 上一点字卡很简单啦 那我们最好还需要2D特效 做一些动画 那要求不高 那我们一个礼拜 10支影片OK啦 简单简单 要求很低啦 通常不会推荐啦 就顺顺拍 顺顺剪 我们通常不会抓 然后 嗯 但我们目前薪水3万2 底薪啦 就如果你拍得不错 我们后面可以再调整 变3万4 哇 是不是很简单的工作啊 我们需要找 我们需要找 我们需要找有行销头脑 有听马行空的想法 我们需要找一个行销 我们需要找一个有行销头脑 可以写剧本 然后有想法 我们需要找一个行销 我们需要找一个有行销头脑 有创意有想法 可以 有创意 我们需要找一个听马 我们需要找一个有心 我们需要找一个有行销头脑 可以有创意 有 行销头脑 有创意